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告诉故事,我闺蜜又被人甩了,她在酒吧里哭得撕心裂肺,求求老天爷赐我一个男朋友吧,我真的无法忍受失恋的苦。 说完,她指着不远处一个坐在暗影里的长腿男人,求我,救她了,帮我要个联系方式,行吗?我打了个哈欠,不去,我有道德的,毕竟我结婚了,虽然婚后就没再见过老公一眼,闺蜜望着我,没有帅哥,我想跟前男友复合了。 几分钟后,我端着闺蜜的手机,面带微笑,敲了敲男人的后背,她转过身来,侧颜在酒吧昏尘的灯光中显得冷峻犀利。 你好,帅哥,方便加个微信吗?我乖巧地问,她垂眸看到了我,藏在金丝矿眼镜后的视线,会暗莫测。 闺蜜的眼光是真毒辣,这人一看,就是个稳重自持的男人。 周身气质与嘈杂的环境格格不入,她从近来起,就坐在角落,时而侧头跟身边人说说话,言谈举止得体优雅。 重点是,她长了张子孙满堂的脸,一看就很行。 不好意思,没有微信,男人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我,眉眼淡薄,如清晨的雾,叫人捉摸不透。 周围传来了低笑声,于总,这么无情啊,我一心想让我闺蜜吃点好的,只好举高了手机,乖巧地看着她,你知道的,我从小就没了老公。 看在我这么可怜的份上,男人瞇了瞇眼,开始看着我哭惨,却无动于衷。 我有点心虚,这招对别人百事百灵。 没道理在她这里行不通呀,突然,眼前锐光闪过。 价值连城的领扣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某知名品牌的春季限定款,几个月前被我高价拍下送到了欧洲,用来和我的便宜老公联络感情,并且告知她安心在外工作,我是设恐,就不去看她了。 然而此刻,她正服帖地镶嵌在男人的西装上,似曾相识,我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于总,于温慈,周围人哈哈大笑,于总,你不是说你太太设恐吗? 看着挺活泼呀,灯光混着暗影打在于温慈的侧脸上,多了几分阴森,我掉头就跑,半路被人拎住后领,拖回身边。 只听她声音温凉,不急不徐道,江颂,从小就没有老公,那我的结婚证,是跟狗领的。 我被拉到了人群的正中间,才发现他们一行人是来谈生意的。 你们设恐喜欢来这儿玩?于温慈得了空,开始重点关照我。 我头立刻摇成波浪鼓。 没,我第一次来。 要是让于温慈知道,我在国内,刷着她的卡,逍遥自在,会不会弄死我呀? 江小姐,又见面了,你上次的男朋友呢? 突然有人熟络地搭在我肩头。 是酒吧老板。 我手一抖,哆哆嗦嗦地指着她,你,你可别乱说,酒吧老板意识到什么,匆忙捂住嘴。 于温慈突然笑了,把一打钞票放在桌子上,他还有什么消费,你一块说说。 老板没开眼笑,哦,也就点过几次男模。 哦,于温慈弹弹勾起一抹笑,更适合设恐人群的男模。 叛徒。 回去的路上,于温慈就没再理过我,坐在车里,对着平板电脑修改合同。 我在旁边叽叽喳喳,上次男模是我帮闺蜜点的,还有那个男人是我闺蜜的弟弟,一个长得还不错,会叫姐姐的弟弟。 于温慈低着头,表情高深莫测,修长的纸节扣着笔记本电脑,声音像催命符,听得人心里发慌。 我有些惊慌,掏出手机求助,发现闺蜜群里早就炸了锅。 十几条语音密密麻麻占据了界面,我咧着嘴,把手机按到耳朵上。 我赌一毛,江颂能要到微信。 他刚才还说,这男人长了张子孙满堂的脸,一夜怀俩不是梦。 我正想跟他们说认错人了,就发现车里的气氛有些诡异。 于温慈一脸寡淡地看着我,薄唇紧泯,怒气似乎要压不住。 我半个小时前的大声密谋,正从手机的外放桶里,一字不落地露了出来。 这男人好帅啊,送给你们,去付刘子好不好啊。 司机默默升起了挡板。 黑暗逼则的空间里,于温慈放下了平板电脑。 子、孙、满、堂。 去、付、留、子。 于温慈一字一句,不带温度地重复着我的话。 送送,这样的好福气,你怎么不要? 我瑟瑟发抖,快要缩到门缝里去了。 我身子虚,就不要了。 于温慈摘掉眼镜,靠在后背上,沉沉吐了口气。 就在我以为,他年纪大,不打算跟我计较时。 他解开了钮扣,一把把我薅过去,摁在他腿上。 冷笑着命令道,裙子脱了。 敢说个不字,我就弄死你。 车停在了于家老宅门口。 深夜,别墅里灯火通明。 我跟着于温慈从车上下来,一身良家妇女的打扮。 超短裙,黑丝袜,被乱七八糟地,扔在了于温慈的车里。 他瞄了我一眼,淡淡提醒,衬衣扣子扣好。 切,还以为他兽性大发呢? 原来是带我回来参加家宴。 门一打开,里面站着个穿奶白色吊带裙的女生。 阿兹哥哥,你回来了。 于温慈的继母笑着解释,听说你回来,罗云非要来见你。 罗云是于温慈继母还没嫁过来时,闺蜜的女儿。 跟于家长辈关系不错。 据说之前,于家一向看好于温慈和罗云的婚事。 后来罗云去了欧洲学文学,这才不了了之。 不过有人说,于温慈跟我结婚第二天去欧洲,就是为了追她。 这次难道是跟她一起回来的? 于温慈的继母笑着拉开椅子。 来,小云,让你阿兹哥哥坐你身边。 于温慈正要开口叫我,只见我眼冒绿光,游魂一样飘过去,有吃的吗? 饿死我了,然后一屁股坐在了罗云身边。 现在只剩下一个空位了。 我和罗云对面的位置。 于温慈的继母有些尴尬,只好让于温慈坐她身边。 洗肩,我坐在于温慈对面,埋头苦吃。 桌面上,长辈都在夸罗云学有所成。 小云,这次回国,是要留在这里了吧? 嗯,她一有所指,含羞待怯地看了于温慈一眼。 于温慈低头吃饭,时不时跟她父亲谈论一些生意上的事。 好像没听见。 然后,她边说话,边把我最爱的小蛋糕换到了罗云前面。 给我换了盘青炒蔬菜。 场面极度安静,只剩下背盘碰撞的声音。 我正想骂人,叉子却掉到了地上。 一弯腰,刚好看见罗云没穿拖鞋的小脚,潮于温慈的西装裤伸去。 哦,光明正在在我眼皮子下偷情。 挑衅我。 我起身,深吸了一口气,突然抬脚去蹭了下于温慈的腿。 踏踏,于温慈手里的筷子突然就掉在了盘子里。 虽然我俩不太熟,这样的行为有些唐突。 不过,谁在乎呢? 阿慈,你怎么了? 面对我不怀好意地询问,于温慈倾咳一声,神色如常,没什么。 我笑眯眯地叼着一片面包,脚继续往上蹭。 于温慈脸色一僵,抬眼淡淡盯着我。 宋宋,你吃好了? 没啊。 我眨眨眼,歇一会儿。 由于我的横刀夺爱,罗云的脚正拼命地,在我的小腿而上蹭来蹭去,眼底充满疑惑。 于温慈怎么没反应? 我咧嘴笑了笑,后面罗云每动作一下,我就跟着动作一下。 于温慈的俊脸渐渐黑下来。 最后,他猛地将我的脚夹在了两腿中间,怎么拔都拔不出来。 这次轮到我慌了,恶然盯住他。 宋宋,怎么不吃了? 于温慈饶有兴致地问,是被什么影响了吗? 没,有。 我咬牙切齿,还要礼貌地保持微笑。 下一秒藏在桌下的脚变本加厉。 于温慈手背上青筋毕露,你就不能乖一点。 见我咧嘴笑开,于温慈突然松开我,站起身。 我吃好了,慢用。 说完在全家人的注视下,步履匆匆递上了楼。 罗云一秒放下筷子跟了过去, 阿慈,我有东西要给你。 他像花蝴蝶一样,追着余温慈去了书房。 阿慈,我有东西要给你。 我躺在卧室里,跟闺蜜阴阳怪气, 这么喜欢,跟我结什么婚啊? 闺蜜们七嘴八舌, 我觉得他是在跟你示威, 彰显自己的魅力。 意思就是,靠这招, 他能搞定不少小姑娘。 开放式婚姻他一点都不吃亏。 好让你对他放尊重点。 我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 那我怎么办? 闺蜜们咬牙切齿,撩他。 等他动心,再狠狠甩了他。 几分钟后, 我慢慢贴进了书房, 悄悄推开了一条小缝。 微光从里面透出来。 余温慈坐在电脑前, 好像正在开会。 盈盈蓝光照亮了他轮廓分明的五官, 白衬衣挽到了小臂, 眼镜架微微下坠, 一副斯文败类模样。 耳机里传来闺蜜们叽叽喳喳的议论。 送送别怕, 穿着余温慈的衬衣, 往前冲。 我低头看了看余温慈的白衬衣, 被我扎成了贴合腰线的包臀款。 两条修长的大腿露在外面, 凉嗖嗖的。 这都拿不下他, 我白活这么多年。 我一咬牙, 猛地推开门。 门撞在墙上, 传来厚重的撞击声, 吸引了他的注意。 余温慈眼神落在我的穿着上, 毛子微暗, 送送, 有事吗? 我也不装了, 倾壳一声, 光明正大的推门而入, 夺不到他办公桌前。 不着痕迹地打量衣圈。 余温慈随意往靠枕上一移, 温和的目光中潜藏着几分打量。 挑衅我。 我跳到他办公桌上, 轻轻拉脚踩着他的大腿, 笑咪咪地说, 余总, 咱们商量个事儿呗。 余温慈的视线扫过我的脚尖。 温和道, 可以, 你说。 既然我们对彼此都不熟, 我觉得就没有继续熟悉的必要了。 不如各玩各的。 话落, 室内一片寂静。 余温慈表情不变, 语气很轻很轻, 你刚刚说什么? 我怕他听不清, 拔高了声音, 我说, 各玩各的, 下一秒, 身后有人推门而入。 温慈, 我觉得明天的董事会, 余爸爸的声音卡在了喉咙里。 余温慈第一时间, 把我拽到了他的大腿上。 宽厚的手把住了我的腰, 桌面刚好遮住我的下半身。 爸, 你怎么来了? 突如其来的安静, 让场面陷入了极度的尴尬。 我吓得大脑一片空白, 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 别指望我解释, 我设恐解释不了。 余爸爸清了清嗓子, 有些是找你, 看来是不太方便。 余温慈把我摁在自己怀里, 对上我占红的耳根, 眼底闪过一抹笑意。 爸, 是我叫他来的。 他主动揽择。 余爸爸心不在焉地挠挠头, 年轻人血气方刚, 但是要注意场合。 送送一个女孩子, 你别老折腾人家。 是, 余温慈认真听讯, 下次不会了。 余爸爸走得很急, 室内安静下来, 余温慈滚烫的体温透过衬衣, 一分不落地传递过来。 这个姿势有点暧昧过头, 尤其下面的触感, 让我动都不敢动。 好半赏, 头顶传来他一声野鱼, 如果你喜欢穿, 下次我买小一号的。 要命, 逗我很有意思吗? 在他的笑声中, 我捂着脸落荒而逃。 第二天, 我逃回了市区的公寓, 不料余温慈的秘书紧跟着就上门了。 他把换洗衣物放进了主卧, 笑着说, 余总新买了一些小号衬衣, 他说您知道怎么处理。 我又闹了个大红脸, 把他们统统塞进了床底。 其实今天, 我要去参加签售会。 自从三年前在网友的窜多下, 我随手发了几百字的小作文在网上, 创作之路就一发不可收。 至今, 我已经洋洋洒洒写下了六百多万字。 当然, 有个秘密不能让余温慈知道。 我曾经用我俩的名字写了一本小说, 至今他还挂在完结榜上。 在网站上打出余温慈三个字, 搜出的绝不仅仅是他的个人百科, 还有他被评为最具性张力男主的消息。 谁知道随手一写, 就能给他送上榜单啊, 幸好余温慈不关注这个。 不出意外, 他这辈子大概都不会知道的。 签售会定在热闹的市中心。 现场来了不少粉丝, 除了签售环节, 主办方还预留了一部分时间粉丝互动。 当余温慈领着商务考察团经过时, 我的小粉丝正在热情地问, 太太, 余温慈那本什么时候出版呢? 我笑咪咪地说, 目前正在修稿, 等时机成熟, 好巧不巧, 一抬头, 我就看到余温慈衣冠楚楚地站在二楼, 目光深沉又专注地听我发言。 明明这么远的距离, 我却好像看到了他微挑的眉, 心里咯噔一声, 事情好像兜不住了。 粉丝团还带来了男主余温慈的漫改和同人文, 让我当众展示和宣读。 余温慈就站在那, 听完了整个采访环节。 几乎刚结束, 我就跑了, 回家路上, 我接到了经纪人陶陶的消息, 你被捶了? 什么被捶了? 小柱粉丝说你的替价, 抄袭他的先生有点甜。 替价就是余温慈和我当主角的那本, 这让本就焦头烂额的我更加头大。 小柱是近年来网文界的新秀, 在流量普遍低迷的时期, 靠着缝和洗稿, 一跃进入头部作者行列。 前不久, 他悄悄把余温慈的人设安进了自己的书里, 还抄走了几个重要的情节。 不等我维权, 就被他粉丝发现了端倪。 这群人不看创作时间, 拿着调色盘, 闭眼私我抄袭。 陶陶冷笑道, 他这会儿估计要被自己粉丝吓死了。 我自闭了。 陶陶对了对我, 别生气, 局势对我们有利啊。 我看着飞快上涨的热搜, 开始头痛。 为什么偏偏是这种时候, 以这样的方式火了? 我的秘密还能守住吗? 由于被余温慈发现了端倪, 我坐在家门口的咖啡店, 不敢回家。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没有了, 我不敢跟前辈比的。 寻声望去, 我竟然看到了罗云。 他跟几个女生坐在一起。 对面的女生一脸崇拜。 小猪太太, 我觉得您比江颂写得好太多了。 一定要加油啊。 罗云语气轻快, 这本书正在弹出版, 到时候我送你一份。 太好了, 谢谢。 我端着咖啡凑过去, 你就是小猪。 女生有些不满, 你谁呀? 我微微一笑, 我是江颂。 粉丝缩着脖子走了, 刚好给我腾出空位, 坐在罗云对面。 罗云笑着说, 不好意思, 最近我的粉丝冒犯你了。 希望你别介意。 我知道你比我发得早, 但是我没有看过你的作品。 他停顿了下, 笑出声。 而且我觉得你有的地方, 写得挺羞耻的, 被长辈看见也不太好。 我冷笑道, 那请你解释, 为什么男主从成长经历、 家世、性格, 以及居住环境的细节, 都跟我的一模一样。 罗云顿了会儿, 你能拿他当素材, 别人就不能吗? 我突然想起来, 小住书里的女主, 曾经留学欧洲, 暗恋了男主十余年, 终于在回国后, 梦想成真。 我没了继续跟他聊天的欲望, 临走时对他说, 罗小姐, 我和于温慈离婚的事, 八字没一撇呢, 你做梦不要做太早。 罗云须的小脸煞白, 一句话没说出来, 回到家我就把自己关进了书房, 打开双方的作品, 开始屡时间线, 看着自己的文字, 被对方巧妙地融进了自己的作品, 更有读者在后面发弹幕, 哇, 好好看, 作者构思精妙, 是我看过最好看的一篇, 我几度破房, 渐渐地已经到了深夜, 于温慈推开书房的门, 就见到我悠悠地盯着电脑, 眼睛通红, 嘴里碎碎念, 抄袭狗, 姐给你们垂进十八层地狱, 他打开灯走过来, 送送, 怎么了? 看见郑主, 我手忙脚乱地关电脑, 被他伸手挡住, 慌什么, 不就是把我写进小说里了吗? 至于这么费浅忘食的血, 他竟然没跟我爸妈告状, 当初结婚前, 我妈对我三令五身, 婚后不要做大死, 不出意外, 于温慈应该能保你一辈子吃穿不愁, 可是我又不是泥巴捏的, 总有自己的爱好和想法吧, 我还是固执地捂着电脑, 说我被人泼脏水了, 于温慈动作一顿, 谁? 几分钟后, 于温慈坐在电脑前, 对着密密麻麻的调色盘陷入了沉思, 大段飙红的地方, 就差把你是男主飙上了, 我像个犯了错的学生, 在旁边正经危坐, 时不时偷偷瞥一眼他, 于温慈的镜片上, 倒映着一行行如狼似虎的文字, 连我都觉得, 让一双看惯商业合同的眼, 去看着拉登文学, 有点抱铁天物, 好一阵, 于温慈轻轻摘掉眼镜, 闭着眼捏了捏鼻梁, 我试探道, 要不, 还是我自己来吧, 没关系, 于温慈重新睁开眼, 一由所指, 我还受得住, 显然, 后半段, 他也不太能受得住, 只见于温慈眼尾泛红, 握住江颂的腰, 轻声呢喃, 再重一点, 江颂轻笑出声, 你不是最烦我, 年花惹草了, 现在怎么又叫我重点, 于温慈反手为攻, 对着惊慌失措的江颂说, 指望你, 倒不如靠我自己, 书房里陷入了沉默, 我尴尬地指了指小柱的文, 麻烦把再重一点标黄, 他, 他照抄的, 于温慈控制着光标, 缓缓选重, 问, 你喜欢粗暴一点的? 耶, 还行, 我整理时间线这期间, 网上舆论开始发酵, 江颂比小柱发文早, 凭什么说江颂抄袭? 据说是江颂后来修文, 照着小柱改的, 有图有证据, 罗云的粉丝不知道从哪里辟的图, 被不断转发, 辟谣都来不及, 更讨厌的是小柱发了条动态, 原创是我的底线, 本人亲身经历改编, 男主有原形, 有了这句话, 很快, 于温慈的真实身份就被扒出来了, 天哪, 江颂好恶心, 他不仅抄袭, 还是个梦女, 我同学说, 小柱和于温慈毕业于同一所高中, 高考后就分开了, 原来小柱才是于温慈现实中的女主, 江颂, 你个小偷, 我正准备把我俩的结婚证发上去, 就发现系统给我禁言了, 陶陶在电话里气得直跳脚, 那群人手段真脏, 短时间大量举报, 你又不经常发动态, 账号权重不高, 就被系统给误封了, 周末也处理不了, 现在上哪找个粉丝量大的号去辟谣啊? 我眼睁睁看着自己被顶上热搜, 被人称为睡姐, 因为爱做梦, 更有甚者, 闹到了于温慈的微博下, 在评论区疯狂发我写过的片段, 听说于氏集团的律师团队很厉害, 江颂一引以挨, 不打算告他吗? 那江颂, 给人家造成困扰了, 不解释一下, 小柱跟你什么关系啊? 是青梅竹马吗? 这件事很快惊动了两家的长辈, 我爸当即打给我, 你好好的乱写什么? 我没乱写, 就是爱好, 我爸毫不留情地打断了我的话, 正经小姑娘谁家在网上乱发言, 你公婆都给我打电话了, 现在去找于温慈, 把这事解释清楚, 说完, 他愤怒地挂了电话, 我们家一直挺传统的, 爸妈从小忙于生意, 对我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 安分守己, 没人在乎我喜欢什么, 将来我想干什么, 高考的时候, 他们画掉了我最喜欢的文学, 改选了金管, 我还以为结了婚, 离开了家, 会变得不一样, 我去了于温慈的公司, 他应该刚参加完一个重要会议, 正从会议室走出来, 身边围着一圈财经记者, 也不知道从哪里混进来一个八卦记者, 举着手机, 肆无忌惮地插嘴问道, 于总, 请问对于您被写尽苟写言情的事, 您怎么看? 您的律师团队会让对方赔偿吗? 正在讲话的于温慈顿住了, 手机界面上, 是上千条嘲笑我的评论, 他扫了眼手机, 继而直视着那个记者, 保安, 请这位先生出去, 话落, 看到了站在门口委屈巴巴的我, 于温慈把领带上的麦克风一摘, 结果, 他穿过人群, 走到我面前, 自然地拉起我的手, 和同行的几位说了句, 抱歉, 家里有事, 先撤了。 我被他拉着, 一路畅通无阻进了办公室, 临近黄昏, 百叶窗把余灰切割成了一道道暖黄色的光运, 余温慈把我领到沙发旁坐下, 折回去倒了杯温水, 这种事给我打个电话就好。 什么? 他掏出手机, 在上面翻找着什么, 几分钟后, 我的手机震了下, 是消息提醒, 就在刚刚, 余温慈用他的大号公然爱特了我, 配文, 已婚, 这么简短有力的回复, 被余温慈置顶在了各种公司宣传和新闻之上, 几乎瞬间就引爆了热搜, 卧槽反转了, 余温慈和江颂真的是一对呀, 这男人, 人狠话不多呀, 户漆狂魔, 我的粉丝激动得热泪盈眶, 纷纷爱特小柱, 出来道歉, 暗恋有父之父, 要不要脸? 小柱没有回复, 余温慈淡定地捡起外套, 晚上想吃什么? 你要回家? 余温慈笑了声, 请问我一个已婚人士, 不回家能去哪儿? 哦, 回去的路上, 是余温慈开车, 傍晚车流密集, 我坐在副驾驶, 有些坐立难安, 因为我爸正在给余温慈打电话, 电话打开了外访, 阿慈, 不好意思, 是我们疏于管教了。 余温慈直视着面前的车流, 食指轻轻敲击着方向盘, 发出嘟嘟的声响, 不是什么要紧事, 他喜欢最重要, 灿烂的夕阳像被撞碎的烟火, 洒在他的脸上身上, 温慈的声音在嘈杂的车流中, 莫名地抚平了心底的躁动, 我正正盯着余温慈, 只见他唇角含笑, 说道, 有趣的东西, 如果因为没人支持就销声匿迹, 我觉得是个遗憾, 我爸叹了口气, 哎, 网络太复杂了, 他没什么经验, 我怕他, 要不是你兜着, 您放心, 一切由我。 一种名为感动的情绪在心中翻涌, 还没来得及升起了, 就戛然而止, 等等, 有趣的东西。 等他挂断电话, 我吞吞吐吐地试探, 我的小说你, 你, 余温慈很平和地补全了我的话, 看了, 都看完了, 我打了个哆嗦, 就听他补充道, 还挺好看的, 催更了, 太太。 我默默缩到角落里, 掏出手机, 姐妹们, 一急戒备, 当晚, 闺蜜群里又炸了锅, 救命, 她怎么喜欢看你写文啊? 看到激情戏, 会不会, 我缩在被子里, 别问我, 我不想知道, 我们这些写文的, 马甲跟性命共存, 现在, 马甲被扒, 还被正主知道, 四舍五入, 等于我已经死了, 闺蜜敲咪咪的建议, 要不然, 你就冲吧, 反正, 你俩都领证了, 搞点什么不是很正常吗? 我洗了个澡, 躺在床上想了又想, 按照惯例, 余温慈今晚是要睡书房的, 可是, 真的不能搞点什么吗? 我一咕噜爬起来, 决定跟她谈谈, 书房有件巨大的落地窗, 霓虹灯通常会亮一整夜, 我推开门的时候, 屋里只开了很暗的一盏灯, 余温慈坐在电脑前, 鼠标的静音轮发出不易察觉的暗响, 余温慈抬起头, 眼镜松松地架在鼻梁上, 视线散漫, 还没睡吗? 她声音很轻, 有典雅, 我犹犹豫豫地站在门口, 你不是也, 也没睡, 她盯着我, 不动声色, 视线却带来一丝侵略性, 我紧张地手心出汗, 我, 就是想来谢谢你, 嗯, 进来谢, 我本来想飞快地道谢后, 就溜回卧室, 这下子突然没了借口, 霓虹灯的光影穿过玻璃, 勾勒出余温慈清悦优雅的轮廓, 我走进来, 在离她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站好, 余温慈摘掉眼镜, 闭了闭眼, 宋宋, 你想怎么谢, 这一下子把我问住了, 想起闺蜜说的话,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 脱掉了玉袍, 露出了余温慈小一号的衬衣, 就这么谢, 他们说这叫故技重施, 但我感觉这叫前驴技穷, 我是真不会吊人啊, 余温慈的视线缓缓勾过我的穿着, 突然倾笑出声, 宋宋, 你就这点伎俩, 这是嘲笑我, 我脸上火辣辣的, 好丢脸, 想跑回卧室躲起来, 再也不要智障团给我出谋划策了, 我先走, 话没说完, 余温慈突然勾着我的腰, 狠狠带入怀中, 下一刻, 他炽热地吻就落在我的耳畔, 我还偏偏就吃这套, 自己送上门来, 我这样不算犯规吧, 直到此时, 我才看轻于温慈的电脑上是什么内容, 我的删减片段出现在了他的电脑上, 我顿时惊慌起来, 你, 你怎么, 怎么看这个, 我也是读者, 为什么不可以看? 淡淡的哑, 被黑夜染了暧昧的颜色, 不断挑动着敏感的神经, 男人的胳膊勾住了我的小腹, 连带着松垮的衬衣一起勒紧, 弄皱, 空气中似乎什么改变了, 变得炙热, 躁动, 于温慈, 你要干什么? 你, 他的笑声在黑夜中缓缓流淌, 太太, 抬头, 看屏幕, 你怎么写, 我就怎么做, 好不好? 后半夜, 我想起当初说他子孙满堂的嘴脸, 一气之下, 昏了过去, 第二天, 于温慈把维权这件事交给了他的律师团, 我坐在会议桌中间, 对面的精英们看着五颜六色的调色盘, 集体沉默了, 抱歉, 我也不想让车轮子在他们脸上, 拈来拈去, 于温慈倒是表现得十分淡定, 尽快搞定, 短短几天的时间, 替价再一次冲上热搜, 只不过这次, 网友是把他当纪实文学看的, 哇哇哇, 于温慈真的会捆手腕吗? 不愧是榜首的男人啊, 玩得真话, 作者, 求你多更一点, 我想看你们平常都在干什么, 签完委托书的几天后, 小柱接到了律师函, 就他抄袭仪式, 我把他告上了法院, 对方好几本正在谈的影视版权也被迫搁置, 一周后, 我外出谈合作的时候, 在一家出版社门口和罗云撞了个满怀, 他的文件撒了一地, 最上面的那份上赫然牵着小猪的笔名, 我没有理他, 转身就走, 罗云从背后叫住我, 我承认, 他帮了你很多, 可如果他发现, 要告的是我, 你猜他会怎么做? 对上我不解的目光, 罗云突然掏出手机, 给余温慈打了个电话, 接通的那一刻, 他突然委屈地哭了出来, 阿兹哥哥, 我一直没跟你说, 我就是小柱, 书里写的那些, 都是真的, 我暗恋你好多年了, 能不能不要告我, 余温慈说了什么我不知道, 罗云挂掉电话后, 反而对着我扯出一个笑, 有病, 我翻了个白眼, 没有理他, 当天谈完合作, 我习惯性地掏出手机, 点进了余温慈的主页, 原先那条宣布已婚的动态, 竟然消失得干干净净, 连同律师事务所主页的律师函, 也消失了, 这件事最近讨论度很高, 几乎是删除的瞬间, 就有人开了新帖子讨论, 什么情况啊, 俩人出问题了, 我就说是炒作, 根据两本书的剧情推测一波, 小柱和余温慈青梅竹马, 后来出国留学, 余温慈爱而不得, 选择家族联姻, 前不久发布声明, 是逼着小柱跟他服软, 楼上, 你言情小说看多了吧, 艺术来源于现实, 我退出软件, 给余温慈打了个电话, 是他秘书接的, 江小姐, 余总刚才出去了, 走得急, 手机没带, 你有事跟他说吗? 我可以帮您转达, 不用了, 我淡定地把手机揣进兜里, 走了几步, 突然转头打了个车, 直奔余温慈的公司, 他们看我来势汹汹, 也不敢拦, 让我畅通无阻地进了余温慈的办公室, 手机给我, 秘书像在第一个烫手山芋, 拿到手机, 我试了好几次密码, 包括余温慈的生日, 我的生日都解不开, 我放弃了, 把手机还给秘书, 在他不解的目光里, 给经纪人陶陶发了个消息, 不是要去外省参加活动吗? 现在就走, 入夜, 我和陶陶泡在五星酒店的泳池里, 他看着岸边的小帅哥, 扎扎嘴, 你就这么跑了? 不是说好, 有矛盾要好好沟通的吗? 我做了口机为酒, 无精打采地踏在石头上, 我拉不下老脸, 本来一鼓作气冲到余温慈的办公室, 就是想问清楚, 结果他人不在, 一拳打在棉花上, 等冷静下来, 就再也问不出口了, 淘淘嘖嘖两声, 你是不想承认喜欢他吧? 我咕弄了句, 黏答答的, 万一他真的为了罗云, 把动态删了, 我这时候去问, 岂不是很丢脸? 倒不如现在, 潇洒自在, 只要我不承认, 丢脸的就不是我, 淘淘表情有些复杂, 不是, 你们都睡了, 还讲这个, 一股委屈浮上心头, 我酒劲大发, 气得拍着水面, 喊, 我们就是泡友, 泡友, 就跟那谁? 我随便指着不远处, 正在细水的腹肌帅哥, 怒吼, 睡于温慈, 跟睡随便一个男人, 都没区别, 淘淘沉默了, 确切地说, 他慢吞吞把目光移向我身后, 我好像被笼罩在一个人形的阴影里, 一抬头, 对上那张熟悉的, 有点温柔, 又有点诱人的脸, 于温慈西装革履, 风尘仆仆, 连大衣都来不及换, 此刻正站在我身后的岸上, 笑容发凉, 哦, 听说睡我, 跟睡他, 没有区别, 我被于温慈面, 无表情地抓走了, 淘淘递给我一个自求多福的表情, 默默前进了水底, 刚进房间, 于温慈便把我扔在了床上, 开始一言不发地扯领带, 脱外套, 在我还在挣扎的时候, 用领带把我绑得结结实实, 我喝醉了酒, 倒在床上, 任他为所欲为, 送送, 你就不能长点记性, 于温慈惩戒性地咬住了我的耳朵, 轻轻撕膜, 什么记性? 我嘴里嘟嘟浓浓, 于温慈凉凉地问, 我有没有说过, 手机密码是结婚纪念日? 我被撞得七婚八素, 眼前开始重影, 什么纪念日? 什么密码? 手里突然被塞进了一块手机, 于温慈起身, 喘了口气, 轻轻拍在我后腰上, 命令道, 书密码, 书不对, 今晚就别睡了, 我这才看清是于温慈的手机, 一头冷汗突然就布满了后背, 要死, 结婚纪念日, 他好像确实说过, 可是, 是什么时候来着? 于温慈好像看出了我的为难, 轻轻笑了声, 像宣判了死刑一样, 咬着牙, 一字一句道, 我哆嗦着, 把密码输进去, 咔哒, 手机界面解锁成功, 我两腿发软, 只见界面上是今早的一条提醒, 由于该条内容评论区违反社区公约, 暂与屏蔽处理, 请在规范处理评论区后另行申诉, 于温慈恨铁不成钢, 但凡你记得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或者是等我处理完公司的事回来, 都不至于说出今晚的混账话, 我哆哆嗦嗦地点开了评论区, 差点被裤衩子绊倒, 我也没想到, 对家玩脏的, 号召水军在评论区发小黄文, 导致余温慈和律师团的动态, 被双双关进了小黑屋, 那条宣布已婚的消息, 自然也被屏蔽不可见, 可是罗云当着我的面给你打电话了, 你还出去了, 我以为, 提起罗云, 余温慈语调平平, 秘书跟我说, 今早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 机里呱啦一顿哭, 连她都没听懂再说什么, 我不甘心道, 罗云就是小猪, 哦, 余温慈声音发凉, 委屈找律师, 找我干什么, 就是, 我给你拉黑, 我讨好道, 迅速翻到通话记录, 发现在密密麻麻的名字中, 有一个无情的备注, 帮赵总送文件的, 我, 是这个, 余温慈看都不看, 不记得了, 翻开我的手机一对比, 还真是罗云的手机号, 余温慈关上了灯, 只留下床边的一盏, 送送,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什么炮友, 我只有床上令你满意吗, 我捂着胸口, 顾左右而言他, 我心里痛, 余温慈气笑了, 我被喊成炮友, 还没痛, 你心里痛什么, 过不去了是吧, 我绞尽脑汁, 突然倒打一耙, 也不怪我误会你, 你都在餐桌上给人家送甜品, 我什么时候给人家送甜品了, 上次佳宴, 余温慈陷入了沉思, 你说我把秋葵换给你那次, 我暴毙, 我哪记的是什么菜, 我又不爱吃蔬菜, 余温慈沉默了, 好一会儿, 他把我翻了个身, 朝着落地窗, 语气温和, 乖, 别说话了, 我怕我被你气死, 英年早逝, 喂, 你说清楚, 余温慈从后面抱着我, 捏着我的下巴, 昏暗的窗玻璃上, 映出我迷离的眼神, 突然, 我脑海中划过什么, 某一年的春节, 余温慈在海外, 回不来, 他提前给我打了个电话, 今年我有朋友回国, 这边的甜点还不错, 可以顺路给你带回去, 我当时怎么回答来着, 谢谢哦, 我不喜欢甜食, 你们那边有秋葵吗? 余温慈顿了会儿, 不方便运回去, 我让人就近给你送点, 当时客套的随口一答, 就被余温慈记住了, 余温慈冷笑一声, 江颂, 亏我专门把秋葵摆你面前, 你就这么记我的好事吧, 我缩着脖子想逃, 被他牢牢锁住, 教训了一整夜, 到了天明的时候, 余温慈才读完手机备忘录里的最后一条, 去年, 你告诉我, 你不喜欢毛绒玩具, 对还是不对? 我气若犹思地说, 喜欢, 说假话要受惩罚, 不用我说了吧? 是的, 那开始吧, 第二天, 我被急促地敲门声惊醒, 淘淘冲进来, 做着大会要开始了, 你怎么还在睡? 我两脚虚浮, 红着脸打开门, 余温慈正悠哉悠哉地给我倒牛奶, 淘淘话一顿, 善笑, 哦, 我知道了, 我不催了, 余先生待会要一起出席吗? 余温慈笑了笑, 似乎不太合适, 我抓起桌子上的面包, 亲了余温慈一口, 我先走了, 余温慈正好有事, 要在这里待几天, 等活动结束后, 跟我一起回去, 我刚到活动现场, 就引来一阵骚动, 江颂和小柱同时出现, 有好戏看了, 果然, 在几步开外, 我看见了被一群粉丝围住的罗云, 他十分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 活动尚未开始, 就已经与直播间里的观众互动起来, 不是抄袭, 没有的事, 出版和影视版权都在正常进行, 不会受到影响的, 我疑惑地看了桃桃一眼, 他有些尴尬, 宋宋, 你知道的, 调色盘发上去后, 双方粉丝吵得更凶了, 投资方件热度起来了, 就买了, 这年头, 只要能赚钱, 谁还在意抄不抄袭呀, 再卑劣的小偷, 只要火了, 总会有替他们发声的维护者, 我深吸一口气, 所以, 他抄了也就抄了, 陶陶拉着我坐下来, 你先别急, 于先生的律师团很厉害的, 万一就告赢了呢? 可是打官司, 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等打赢了, 抄袭者钱也赚了, 区区几千块的赔偿, 对他们来说, 九牛一毛, 平台似乎嫌热闹不够, 专门把我俩的座位安排到一起, 我和罗云互相打了个照面, 他笑盈盈地说, 最近我去算了一挂, 人家说我时来运转, 你瞧, 这不就转起来了吗? 我坐在他旁边, 小声说, 无论是出版还是影视化, 你但凡能谈成一样, 算我输, 你凭什么? 我撑着下巴, 眨了眨眼, 凭我有钱啊, 有钱了不起, 罗云一脸不服地坐在我旁边, 抱着抱枕, 像模像样地跟读者们打招呼, 我也凑过去招手, 小声嘟弄, 有钱, 还真就了不起, 直到作者大会结束, 众人都没有等来想看的撕逼现场, 反而是我俩其乐融融的照片上了热搜, 底下议论纷纷, 什么情况? 握手言和, 说不定人钱笑嘻嘻, 背后互捅刀子呢, 不过小柱敢惹江颂, 也是牛逼, 江颂被靠于是, 可是实实在在的资本, 楼上, 我们江颂也很厉害的好吧, 活动散场, 我坐进车里, 揉着发痛的脚踝, 给余温慈打了个电话, 结束了, 电话秒接, 对面一阵嘈杂, 你在哪儿啊? 商务酒会, 我想了会儿, 问, 嘉行娱乐的老板在吗? 余温慈好像找了会儿, 回我, 在, 我就是随口一问, 谁知道歪打正着, 好, 等我, 马上过去, 淘淘挽起了袖子, 把厚厚一本资料掏出来, 该干活了, 这次必须给他搅和黄了, 宴会上热闹至极, 余温慈几乎是 第一眼就发现了我, 视线在我竖腰的闪金色长裙上, 一动不动, 我走过去, 自然地挽住了他的胳膊, 人呢? 余温慈看向对面, 在那儿, 嘉行娱乐的老板顾书怀, 正端着酒杯坐在沙发前, 眼神望着不远处的一个女孩子, 眸光暗沉沉的, 我走过去, 挡住了他的视线, 有事吗? 顾书怀收回目光问道, 我把厚厚一达资料放在他面前, 顾先生, 我是来跟你洽谈合作的, 他扫了眼两本书的名字, 笑了, 抱歉, 我对你们之间的内斗没兴趣, 而且, 这本书是市场不看重的, 说明它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我没理由驳回, 我知道作品抄袭, 在你们这里算不上什么污点, 可如果作者出了问题呢? 顾书怀眯了眯眼, 你什么意思? 我笑了, 顾先生, 罗云曾私下宣称, 这本书是以我先生为原形进行的创作, 我把卧底粉丝发给我的聊天截图打印了出来, 罗云曾在五百人的大群里, 公然和粉丝承认了这个事实, 而书中曾有一处, 提及女主在未成年的情况下, 与男主发生了关系, 我认为这个情节, 已经对我先生的名誉造成了侵害, 我打算追究到底, 顾书怀私存片刻, 云淡风轻道, 我们有编剧, 完全可以改掉, 你去告作者, 跟我们似乎没什么关系, 我瞪大了眼, 思, 确实是这样, 不过下半年, 我们接连要打两场官司, 如果战线拉得足够长, 会持续一到两年, 平均三到四个月, 我就会把他送上一次热搜, 每次热搜, 我都会公布他抄袭的新证据, 倒是辛苦贵公司的编剧, 改两年的剧本, 再进入筹拍阶段, 等正式上映, 差不多四年, 贵公司家底雄厚, 自然不怕折腾, 顾书怀笑了, 你这是铁了心要把这是搅黄啊, 我笑道, 受了欺负, 总得出口恶气, 顾书怀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一部戏而已, 要是麻烦太多, 当然规避一下比较明智, 出版社那边更容易了, 淘淘去圈子里随便传了一嘴, 出版社二话不说, 直接取消了合作, 顾书怀撤走了, 其他的投资商摸不清里面的猫腻, 更不敢随便上, 我俩高兴, 凑在角落里喝酒, 等于温慈过来的时候, 我已经喝多了, 回酒店的路上, 我蹬鼻子上脸, 干脆蹭到温慈的腿上, 翻顾书怀的朋友圈, 那个女生有点眼熟爱, 对了, 是许家的小女儿, 之前她好像跟别人有过婚约了, 可是看那个样子, 好像顾书怀横刀夺爱啊, 我品得津津有味, 余温慈却在看我, 我歪歪斜斜地倒在她肩膀上, 嘿嘿笑着, 你帮我打听一下吗? 我心里痒痒, 余温慈被我逗笑了, 现在打听不到, 怎么办? 我抓着她的手往自己胸口摁, 那, 那给我挠挠, 余温慈轻轻摁灭了旁边的平板, 四周陷入黑暗, 灵活修长的五指穿着我的腰下, 缓缓上行, 还痒, 我孤勇起来, 只往她身上蹭, 再挠再挠, 余温慈声音低哑, 身上这件衣服穿得够久了, 啊, 我才穿上一会儿啊哦, 余温慈一点废话都没有, 酒鬼不许说话, 顾书怀的八卦我到底也没听到, 几天后, 由于罗云的作品失去了商业价值, 又深陷抄袭风波, 网站屏蔽了她的作品, 不少人挤在下面吃瓜, 原来真的是抄袭啊, 还嘴硬不承认, 小柱粉丝出来挨打, 你们是无脑护主的狗吗? 罗云删掉了那条摩棱两可的动态, 一直没有道歉, 这天我和余温慈回余家老宅吃饭的时候, 他继母还惋惜地说, 小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 你这么做会不会太绝情? 余温慈醋了醋眉, 我跟他只是高中同学, 你喜欢请他来家吃饭, 我不好说什么, 可如果您觉得, 他比江颂更适合当家人, 我建议你跟我父亲离婚, 搬出去跟罗云一起住, 余爸爸低着头, 专心致志地喝汤, 继母的脸清白交加, 再也不敢说一句话, 回家的路上, 我一脸疑惑, 不是为了罗云, 你结婚后去欧洲干什么? 余温慈叹了口气, 工作需要, 当时海外市场竞争激烈, 为了商业版图的拓展, 我不得不去, 所以, 这就是你一去三年, 都不回来的原因吗? 余温慈微微一笑, 乖, 你要跟我讨论秋葵的故事吗? 或是讨论你是社恐, 见不了人的鬼话? 好吧, 我承认, 他不回来, 有我的一部分原因。 此日, 罗云直接冲进了我的工作室, 江颂, 你手段真脏? 要不是保安拦着, 他就要扇我巴掌了。 我耸了耸肩, 没办法, 见不得小偷猖狂。 罗云几乎吼起来, 明明是你自己能力不行, 你嫉妒我, 我冷笑道, 嫉妒你什么? 高超的洗稿能力吗? 有本事, 你就自己写出一篇让人拍案叫绝的稿子, 我绝对不搞你。 几个月后, 罗云还真写出一本成绩不错的书, 望着数据飙升的作品, 陶陶感叹, 你别说, 你这死对头, 有点东西。 室友, 我鼠标点在他新章节的末尾, 就是有点不太像他的。 果然几天后, 有个不知名的小作者站出来了, 路过的各位麻烦帮我评评理。 作者小祝先超后改, 被我发现后, 答应给我一半稿费。 可是现在, 我连一毛钱都没收到, 每天住在出租屋, 连饭都吃不起了。 这次, 再也没有人帮罗云说话了。 网络上骂声一片, 怪不得江宋司他, 把各种热点抄来, 合在一起, 可不就火吗? 行业里的老鼠屎, 滚吧。 这是逼原创去死的节奏啊。 出事后, 罗云火速删除了新书, 并发了条动态, 对新人作者造成的伤害表示歉意, 已将稿费尽数打给他。 有人截出了他之前, 发的那句原创是我的底线, 在下面疯狂嘲讽。 脸呢? 你底线都掉穿地心了吧? 罗云的动态就一直停在了那天。 与此同时, 替价洗货出版, 签售会现场人满为患。 我忙得晕头转向, 都来不及喝水。 好不容易到了中场休息, 我拖着小蛋糕蹲在角落里, 一边吃, 一边给余温慈打电话。 其实你今天应该跟我一起来的, 毕竟男主是你。 余温慈忙里偷闲, 应了声, 慢点吃, 蛋糕分我一半。 好的呢, 话说一半, 我眼前一黑。 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有个戴着鸭舌帽的人站在了我面前。 你有事吗? 他突然举起一个矿泉水瓶, 对着我迎头交下来。 江颂, 你, 你去死吧, 冰凉的液体瞬间浇了我满头。 大家都被这个变故弄愣住了。 过往看过的新闻电影一样在眼前闪现, 一个可怕的念头浮现出来。 是硫酸。 在众人尖叫中, 我一头扎进了代课大厅中央的喷泉池里。 余温慈赶到医院的时候, 脸色阴沉得滴水, 只见我手上打着绷带, 红着眼缩在病床上。 滔滔, 疼, 吹吹, 淘淘一脸的生无可恋, 别撒娇了, 你老公来了。 我看到了走到病床前的余温慈, 小心翼翼地拉上了被子, 把头盖住。 医生怎么说? 小臂骨折, 保守治疗就好, 问题不大。 那人撒的什么东西? 矿泉水。 桃桃叹了口气, 还是百岁山, 真奢侈, 不过也算虚惊一场了, 最严重的伤势, 是他摔出的骨折。 我也不知道喷泉池那么浅啊, 用力扎进去, 脸上的液体是冲走了, 胳膊也废了。 不出意外, 网上已经有了我一头扎进水池的视频。 桃桃走了, 病房里只剩下我们俩。 余温慈在我旁边坐下来, 掀开我的被子, 躲什么? 怕你笑我。 余温慈看了眼我的手腕, 虽然结果看起来蠢蠢的, 但你的决定是对的。 我认为, 当时没有比跳水池更好的处理方法。 见他夸我, 我眼睛都亮了, 凑过去蹭了蹭他, 来一起躺躺。 余温慈身上干干净净的, 还有种独特的香气。 他被我逗笑了。 低下头亲了亲我, 先休息几天,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来。 几天后, 我出院了。 余温慈罕见地给自己放了个假, 在家陪着我。 这天, 我正靠着余温慈刷手机, 发现罗云的一条热搜爆了。 他涉嫌教唆商人, 被抓进去了。 什么情况? 余温慈给我削着苹果, 泼泥水的那人, 是罗云的老读者了。 我看到了他和罗云的聊天截图, 我真为大大鸣不平。 罗云, 唉, 我也没办法, 树大招风, 惹人眼红。 今天他去开签售会了。 在哪儿? 蓝湾广场吧。 大大, 等着我去给你报仇。 罗云发了个狗头, 谢谢。 罗云慌了神, 立刻发布了澄清说明, 我以为只是说说而已, 没想到他真的去, 我反对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希望大家嘴下留情。 下面的人骂疯了, 你真是又坏又蠢。 先不说粉丝行为对不对, 出了事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就很恶心。 就骂你就骂你, 傻逼。 余温慈抽走了手机, 罗云给你打过几个电话, 我没接, 给你拉黑了。 用脚想都知道罗云想干什么, 无非就是希望我解释一下, 饶了他。 可是他也曾在心里盼着我倒霉, 甚至受伤。 这样的人不值得原谅。 几天之后, 罗云注销了账号, 彻底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 据说他又被作者们告了, 这次的原告是十几名作者, 赔偿款会让他倾家荡产。 这一年的夏秋交际, 雨季漫长反复。 但好在, 故事有了个圆满的结局。 秋天刚到, 替价热度正高。 我手上的绷带也拆了, 余温慈带着我去了欧洲度假。 站在他待了三年的办公室里, 我才发现, 对面有家商场, 竟然是用我名字缩写命名的。 你, 什么时候见的? 我趴在落地窗前, 回头问余温慈。 他从容地摘下手表, 扔在桌子上, 婚前就开始计划了。 婚前, 比我预想得早这么多。 余温慈走过来, 贴在我后背上, 本想当作第一年的惊喜, 没想到现在才让你看到。 他细细地吻过我的手指, 然后压在落地窗上, 说, 这家商场, 是你的。 我耳朵通红, 白色的长裙 已经被揉得起了皱。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爱你。 余温慈咬着我的耳阔, 听着我急促紊乱的呼吸, 更加肆无忌惮。 从第一次见到你, 就想把你拒为己有。 第一次, 回想起那场枯燥无味的相亲宴, 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兴许, 他的喜好就是如此独特。 夕阳被拖入了绚烂又迷人的黄昏。 余温慈没有说什么, 让我在强烈的欢愉中, 无助地求饶低气。 云彩被骤然落下的地平线撞碎。 耳边传来余温慈深情低雅的声音, 一句话, 勾起了我藏在深处很久的记忆。 大二时, 我曾经参加了学校的交换生项目, 来法国待过三个月。 当时我不通法语, 却被朋友拽到了一个私人小酒馆。 他指着坐在把台前的男人说, 你可以去跟酒馆老板说一句话, 他会免费送你杯酒。 我问是什么话? 他笑着说我很喜欢这里。 我戳了戳坐在把台边的余温慈, 笑着说完了这句话。 余温慈的眼底闪过诧异之色, 对着酒保招了招手, 递给我一杯橙汁。 还在我耳边说了句法语。 见我不明白什么意思, 他换成了英语, 今晚只有橙汁。 由于这次特殊的经历, 让我对他十分有好感。 每次放学, 在这里喝一杯橙汁后, 都会朝着余温慈招招手, 说出那句, 我很喜欢这里。 后来学业繁忙, 我就再也没去过。 这段小插曲, 也很快被我遗忘个彻底。 时至今日, 我法语略有长进。 因此, 当余温慈说出这句话时, 我丢盔卸甲, 一败涂地。 甚至连战都站不稳。 余温慈低笑出声, 送送, 这次你应该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 不是我很喜欢这里, 而是我想我爱上你了。 我曾经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 笑吟吟地对着余温慈表白, 然后销声匿迹, 直到三年前, 相亲宴再遇见我。 这份浪漫的邂逅, 才得以延续。 好了, 这个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